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网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方立生 新面孔 新观点 文娱热点 近在中心视频 新访谈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香港最缺的就是口罩 所以我们都是 找了一些善款 然后就买了口罩 然后我们就是 把这些口罩捐给 大部分都是独居的一些长者 还有呢 一段时间呢 是有慈善机构 他们发起去找一些义工 他们义工义务的 免费的为一些独居的老人家 帮他们整个家去消毒 去打扫 然后到第五波 最近呢 就是我做了两次 第一次就是当一个车手 因为自己有车 然后车的容量也比较大 然后就去拿一些物资 然后自己送 亲手搬 去到老人院 然后第二次就是 探访了五栋 我们叫三无 对三无就是没有 物业管理啊 没有什么立案法团啊 还有也没有电梯啊 所以就是去把一些防疫的服务包 去送到他们的手上 万刀甲就是方立生 去到三个头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从游泳运动员转过来的 可能有些人不喜欢我加入演艺圈 然后就是祝福我 就永远不会出头的这个名字 一开始的时候 二十年前当然不喜欢了 不高兴了 是吗 但是我觉得自信是要自己争取的 要凭自己的努力 然后才会有自信 才会慢慢的不介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当天呢 做义工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保护衣上面都要写自己的名字嘛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写我中文名字的话 我又怕我做义工的时候好像不方便 所以我就写了这个名字 但是我也觉得万刀甲 给大家感觉的好像是穿了盔甲一样 我觉得从小到大 就是香港的风气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教育也好 都是经常都会听到一句话 就是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他们也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你不知道我的背景 我不知道你的背景 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 你也不知道我长什么样 我觉得这种是一种 无私的一些付出 都是为了可以出了分力 所以我觉得充满了爱 我觉得作为艺人或者是公众人物 有一些喜欢自己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会以自己为榜样的人 当我们可以带出一些正能量 或者是可以影响他们的时候 当然是希望可以做一个榜样 用正面的方式去影响他们 去鼓励他们 令到别人更优秀 是我自己觉得最大的一个成就 08年的奥运会我有参与 主要在水利方 凭说八天的游泳赛事 我还是在香港有参与 就是传递那个火炬 所以非常的荣幸 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当然看到历史 就是08年中国队在奖牌榜 是第一位48面的金牌 然后其实这么多年 在奖牌榜都是名列 都是前三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一直都保持的 很好的一个水平 而且就是全民的运动的 那个意识都是很强 所以大家都对运动呢 更尊重或者是更懂得去欣赏 我觉得冬奥会那段时间 其实是非常的面对很大的挑战 但是都可以举办得那么顺利 那么成功 是真的很难得 我回想到我第一次在内地发展的时候 都已经有十二三年的时间了 一开始的时候 香港的艺人去内地发展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白话 就是说广东话 说粤语 演戏也是说粤语 要配音 当我去内地发展的时候 我都坚持要说普通话去演戏 就是因为我想 就是让大家看到自己的一个付出 一个努力 而且就即便是要配音的时候 我都希望我的口型是对嘴 是更容易 所以这个坚持下来呢 我都曾经试过 有一些的电影的作品呢 或者是电视剧的作品呢 都是用我自己的原生去演出的 所以这个我都是 觉得这个坚持是对的 当然在内地发展的时候 会有更多 更多创作的一些空间 或者是更多不同 体材的一些机会 更多的实景的一些的拍摄 对演员来说 当然是更加的开心 那在香港的改变 当然是很大了 无论是文化 体育的文化 全民的运动 或者是运动上面的成绩 也是在这十几年 也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文化是感受的很深的 比如说我们M8 就是去年的 就是已经开放了 开幕了 然后我们的故宫博物馆 也马上也会开幕 这些都是让香港人 可以有更多机会 可以接触艺术 还有就是让国际的一些旅客 来香港的时候 也可以感受到 香港的中西文化的交流 希望疫情过去之后 欢迎大家再次来香港旅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